剛剛也說到啦 其實天氣熱的時候 你更要注意自己的健康狀況 像是臺中市南區 這名六十七歲的男子 買完中餐準備回家的時候 看到他呢 好像被人點穴一樣 連人帶車就定格 一動也不動 而當下面他老闆 覺得怪怪的 立刻是報警處理 而警方到場就懷疑 男子疑似是突發性中風 你哪裡 你哪裡這裡 你哪裡這裡 男子雙手緊握機車把手 雙腳横跨機車 整個人身體僵硬 就像武俠小說裡被點了穴 你是沒辦法出來嗎 抬起來 來 抬起來 抬起來 他沒出來 我沒辦法 遠警發現男子一動也不動 達飛所問 趕緊上前 把他從機車上移出來 發現他整個人已經貪軟 來 這個 你放輕鬆啦 六十七歲遊信男子 日前到台中南區 買完面後 準備騎機車回家 卻突然定格不動 就像被人點穴一樣 眼神呆滯 面攤老闆發現不對勁 趕緊報警 警方到場後 掀起參阜到路邊休息 也察覺疑似中風的情勢 立即通報一一九 協助送中山院救助 遊信男子頂著大太陽 外出買面 疑似出現突發性中風症狀 還好送醫後恢復意識 沒有生命危險 警方也聯繫上家屬 到院陪伴 有驚無險 記者中部綜合報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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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